2014年1月份Webbot的第17點 預測到在美國西岸包括加利福尼亞海邊 將會長期下雨 導致山體滑坡或泥石流 甚至美國西岸因暴雨出現的泥石流 會衝走幾座山坡 上萬人需要撤離的景象 及後這些泥石流現象 將會影響三分之一的美國東部 例如俄亥俄州山谷的東邊 巨大的洪水也會夾襲著大潮漲 嚴重水災因而爆發 正當Webbot預測在1月份發布後 2014年3月22日 在美國西北部的華盛頓州 因為連日暴雨 引發西雅圖北部的斯洛霍米十縣 出現大規模山體滑坡 導致24人死亡 至少176人下落不明 滾下的土石流 面積約一英里 並摧毀至少100座房屋 華盛頓州的奧索鎮 Oso 近五分之一的區域 都被泥石流染沒 3月25日 消防隊負責人Travis Holtz 在努力營救這次災難事故之後 在《簡報》中說到 很遺憾我們沒有發現 任何有人生還的跡象 這種極罕見和嚴重的事故 應驗Webbot對美國西岸 黎石流預測的初刑初現 在努力營救這次災難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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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住在努力營救這次災難事故 在努力營救這次災難事故 我們請允許多重營救這次災難事故 synd者回佐 努力營救這次災難事故 為更加多次災難事故 中嵌